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哥,今天又来得不得 中国医疗界的一个大事件 一个引人瞩目的消息在中国医疗领域掀起了一个大的波澜 这个事情呢就是纯外资医院即将正式踏入中国的大地 标志着国家在对外资这个医院的试点方面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就在9月7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商务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 正式发布了关于外资、独资医院试点的重大政策 首批试点的城市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9个及海南全岛 明确了排除了公立医院并购以及中医药类医院 这一决策呢无疑是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它的深远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 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的里程碑事件 那么对于外资的资本医院是福音还是挑战呢 面对这一变革 公众心中难免生出了诸多的疑问与复杂的情绪 首先外资医院这个来到了我国 对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是福音还是潜在的挑战 一方面外资医院往往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 国际化的医疗理念和服务模式 以及严格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 这些呢都有望为患者带来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体验 另一方面外资医院的运营成本可能较高 它的服务价格是否亲民能否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需求 成为了一个代解的疑问吧 那么为何要开放医疗市场呢 这就说到第二点 为何国家选择在这一时刻对外资开放医疗市场 它的背后这个意义又在于哪呢 通过引入外资竞争 激发国内医疗机构的活力与创新能力 推进整个医疗行业向更高质量 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同时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和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 多元化的医疗服务 供给为迫切需求的人们做好准备 外资医院的加入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它的一些利弊关系 外资医院进入到我国 可能会大量的采集我国市民的这个所谓的DNA程序 是否会对将来的一些未知的事件发生突发的事情呢 这个我们都要不得不防 我们现在当地的医疗机构 我们的国产医院是否有更大的冲击呢 这也是要出现面临的问题 虽然呢各个技术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但是就目前广大的国内的就业形势和医院的竞争 来看啊很多一些地方性的并没有优质医院的这些这些规模医院 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被淘汰或者是被竞争所踢出局 那么更多的国际医院进入到各大城市 我们这些底层或者普通家庭去看病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价格上的分歧 以至于我们很多地方性的小医院 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以及就业的这个所谓的概率等 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总之呢医疗是没有小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防止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 价钱的问题可能是仅是表面问题 更严重的就是我们会不会产生大量的信息的泄漏 毕竟呢每个国家的种族人群不一样 我们国家的这个血液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很多很多这个健康的所谓的秘密 千万要守护好 我们的基因